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人就是抓钱抓到比较厉害 有一百三十万 就是要有一点悬念 让老师猜一猜 你就在不断地试探边界 真的觉得很可怕 站起来向你表示致敬 这真的是个人才 我不怕你比 我就怕你不比 你累了 我要说完 我们家里包括朋友对我全都是否定的 我不是给自己看我也要给别人看 你就是说的我们都感动得不得了 结果零 让这些看起来无效的问题变得有效起来 欢迎收看非你莫主 我是大卫 欢迎各位企业家 欢迎你们的到来 同样要欢迎我们人力席的三位专家 人力专家王亚云 阿宝姐职场咨询创始人阿宝姐 还有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文杰儿 欢迎三位 好 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 养成戏男孩 不懂但总觉得有点被懂 而且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妈宝兰的感觉呢 不太懂 你们太不年轻了吧 养成戏是指这个人一开始不太好 然后慢慢通过跟一个人的接触交往变得更好 养成戏男孩 我是养成戏女孩 但是但是理解不就是被养成吗 就是他自己养不成自己 我们养不是被养吗 他这个人应该是表示自己成长性很好 然后不停地迭代应该是成长得更好吧 他是应该 应该说可塑性更强 你总觉得非常好 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掌声请出这位养成戏男孩 刘涛 22岁 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视觉传达专业 本科学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涛 目前就读于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学的专业是视觉传达事业专业 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我平常对时尚比较感兴趣 然后会经常参加一些潮流艺术展和画展 时装秀等等 提高自己的审美 然后也做出更好的更优秀的作品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我是想找一个视觉设计的实习生岗位 然后也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指导与建议 谢谢大家 欢迎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养成戏男孩 我觉得就是可塑性会比较强 然后可以会的东西也稍微多一点 这个养成是外界对你的影响 还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 就是我有过很多兼职的经历 然后我就会想通过这些兼职 然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就比如我从小 我从小是出生在一个个体户的家庭 假期期间 然后我就会到他们的店里去打下手什么的 然后就导致我服务意是比较强吧 然后到老几次有大一大二的时候 我也会去做相关的兼职 就比如说我会去到快餐店 然后做过服务生 然后也做过一些海洋馆的志愿者 以及社区的一些志愿者 这感觉都是在做服务这一类的 到了大三我就觉得好像 这些服务和我的专业的共同点 好像都在于是服务于人的 就像设计它也是服务于人的 就是对于人有什么需求 那么就做出什么样的设计 到了大三我觉得就有必要去 在自己的专业上进行一个锻炼 然后就有去到一个互联网场进行实习 也有做到新媒体运营的实习 然后就是通过这些 然后打造自己吧 养成系男孩 你刚才说更多的是自我养成 对 那你觉得父母会不会有缺位 其实还好吧 就是我也不能去指责他们的问题 就他们也需要忙于工作 然后也要照顾我的 也是为了为我提供更好的平台 更好的起点 让我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就他们有苦衷吧 养成系男孩挺懂事的 养成系女孩你认为呢 我认为特别好 相关很正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很干净的一个小男孩 对 不是那种单纯 而是她知道外界是什么 但她依然很纯粹 对 而且特别让意外的是 在这刚才把养成系 拿来猜对的 更懂你的居然是唐部总 因为设计师比较懂设计师 我觉得设计师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呢 还是可塑性强 因为设计师要面对 不同的企业的甲方的难题 要去解决 你需要让自己变得更为可塑 更多的这种变化 去适应你的这些任务 所以其实设计师具备可塑性 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毕竟现在也还在大三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还有很多 东西需要进行改进和改变的地方 你在学校期间的精力丰富吗 我在班上是当认学委 也会跟辅导员进行做一些策划什么的 做一些宣传的海报 让大家知道 我们学院在搞这个东西 什么什么的 对 有带来作品吗 有 我有做一个作品集带过来 然后这是一个水尽无忧的APP 就是我当时是在想 大家对水资源的破坏也越来越大了 大家的饮水健康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做了个这么个软件的UI界面 那你这个设计思路是来自 比如说市场上一些头部的APP的借鉴 还是说你自己去想的 我设计前期有做一些情绪版的设计 然后就是有想到 然后还做了问卷去考察 那些用户他们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界面 然后以及他们的整个使用的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通过这些调研 然后来做出这样的选择 然后这是一个编排和板式的设计 做的是一个飞移的昆曲文化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是一个书籍设计 这是我有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爱好结合 然后阐述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想着以这个为主题 然后做了一本这样的书籍设计 这个工艺美术设计 这个版画是我去到上海 我觉得那个武康大楼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古运 然后我就用版画去刻了一个出来 然后也拿到了香港的一个设计奖项 然后这是包装设计 我当时去到贵州 我发现贵州那边的百香果特别好吃 然后我就想通过我的专业 可以给它一个更好的包装 让它有利于它的售卖吧 因为贵州是一个多山多水的城市 所以我里面有用到很多山啊云啊 这种贵州的自然的美的感觉 然后有两个特别大的字母 就是G和Z 就是用的贵州的简称 然后里面有用的文字 都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景区啊什么的 就是也是宣传贵州的一种文化吧 但你这个设计特别贵州 却没有看到百香果相关的元素是吗 百香果 它里面那个内包装周围都是百香果 但你这个设计第一让人看到的 到底想让人看到百香果还是贵州 是不是我理解你这个外包装 其实放到它其他贵州产品也行 特别像我刚做的粽子礼盒 对 特别啊 因为就是粽子礼盒的特项 然后所以我就在封面上放了 一个百香果的一个小图案 哦 那个 对 对 所以当时这个设计我需要 我还需要改进很多 对 因为你本身你要做设计的核心 是你要服务谁 像你刚刚讲 你特别有服务意识吗 对 你核心是你竟然是做百香果 那你肯定更好展示 百香果怎么能够更好卖出去 那你展示到底是百香果还是贵州呢 你肯定展示的是百香果 对吧 如果你要讲品牌故事 你肯定要讲百香果产自哪里 哎 贵州为什么拆百香果 比其他地方好 对不对 那是第二 那是排在后面的 所以从中央主次来讲的话 你这个设计语言来讲 没有把主次给理清楚 你像这些作品 就基本上都没有商业对接 对 对 对 有一些是我的课程作业 然后也有一些是我自己 想结合一下爱好和我的专业 然后自己做一些东西 就是我的设计每个方向基本都有 但是缺乏就是一个方向的深根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可能会选择 其中一个方向进行深根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一个好的UI设计 美观性跟实用性哪个更重要一些呢 基于我是画画的专业出来 我觉得美观性一定是为主 然后实用性的话 它不能说不要 但是它也要必须也要兼备 我感觉你还需要经过更多的 苛刻的甲方 去对你提真正的设计需求 经历整个市场的洗礼 然后要经历说这个商业设计 它很多残酷的这种判断标准 这样的一个同学 他的作品集相对来看 虽然是智能 但是足够丰富 他不光是完成他的学业的这些作业 同时也能够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 去做一些创意型的这种 虽然是没有客户指向的这种商业设计 我认为也难得可问 这特别像啥呢 就一个设计师出来作品 然后这个企业家老板们说 我要色彩斑斓的黑 我觉得不太舒服 主次分不清楚 因为现在AI发展得特别好 然后我觉得作为当代设计师 我们有必要去掌握这些技能 所以我有去学习 怎么用那种AI绘画 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所以这后面有两个 是我有利用到AI去做的一个设计 这其中是其中的一个IP设计 因为今年是2024年 是龙年 所以我就想结合国风和龙 然后做一款我们龙年的 IP形象设计 这个龙是AI生成的吗 对 我给它关键词到它生成出来的 这些类似于文创的设计 有变成产品吗 只有在设计上 对 然后这是一个绘本的设计 然后就以分享为主题 也是利用到了AI绘画 然后做了一个这么个故事 这里面的形象一致性 你是用什么做到的 就是我有一开始去 这种关键其实做出一个主要人物 然后再用主要人物进行每一个 每一个文 就是每一篇 我有想一个剧情和大概的场景 那我要把这个图垫进去 然后让它进行铲出 像你做这样的一组图的话 大概你要花多少时间 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做出来 对 然后也可以装进成成书 因为我也有把它做成成书了 唐总你那边成熟的设计师 是不是会更快 如果人手绘的话 差不多两三周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用AI的话 速度比较快 可能也就两三天 所以确实AI的产生呢 现在对于设计师 特别是插画师 他的职业生涯产生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对于我们甲方企业家来说 这里面成本的节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觉得AI其实对各行业的这个影响和冲击 其实都存在 但一个好的设计师 他是能够倾听到客户的想法 然后结合到他过去经历的这些经验 商业设计的这些经验 以及有他的这个同理心 他才可以用脑子把一个设计做好 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 对于插画师 包括视觉传达 这个专业的一些同学们来说 未来的职业发展空间受到了一定的挤压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好的工具 它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设计的效率 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人 用CHAS GPT可以实现出 我们好像有20号人在想点子的感觉 但是效率提升的背后 可能提升效率就是取代了你们 但是它那个使用的话是有门槛的 就我们得去学习它的一些关键词 学习它的很多东西 然后学习使用它 然后设计师去掌握它 然后让它为我们服务 对 然后我们再对用它去产出产品 对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 市场上的岗位是有限的 那市场上这些存量的设计师 也在使用一样的方式 提高了它的效率的情况下 增量的岗位它就不见了 其实可能现在很多人会有一点起人忧天 就是AI出现了设计师会没有活干 但是回想起以前 PS刚出现那段时间 我们也觉得它基本上可以做所有的图像处理的事情 但最终我们发现能够精确无误地掌握PS的人群 还是那么一小撮 对 那AI其实也是一样 它是个工具 真正能够掌握AI 让它为我们所用产生出温暖人心的作品 最终还是要靠那个人 那我可以学AI的设备然后取代它吗 大老师以你的聪明才智是有机会的 但是也要花足够多的练习的时间才可以 我觉得当然现在很多美术教育会有点觉得 AI已经画得这么好了 我还有必要说家长送小朋友去学画画吗 对 但是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审美这个东西是需要去培养出来的 需要培育出来的 那这是一个在你掌握这些工具之前 你必须要具备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 一个没有审美的人 如果说用AI去做 他可能也做不出好的东西 对 但是唐总你的观点 我有一点不太同意 就是你觉得使用AI去做设计 是有一定的门槛 那我觉得是在2024年的当下 它是有门槛的 因为我觉得AI的变化特别的快 咱们现在有的时候有一个点 就是大家都是在认为 AI不会变好的前提下在看这个世界 但是你是两年后毕业 对不对 那可能两年后的AI 可能大老师已经不用花特别多的时间学习 就能很好地使用它了 魏嘉兴比较懂我 说出了我的心声 唐沐如果像嘉兴说的 技术再发展 再进步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具备 你说的那些专业做基础了 我觉得这件事在各行各业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比如说咱们说另外一个职业工程师 现在已经出现了AI编程的工具 它已经可以满足一些 比较普通的编码工作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没法替代的 就是那个架构师 那也许随着时间发展以后 还会有这个更高级的AI出来 来做这个架构工作 但是我觉得即使将来这个世界变成了 我们所有人的工作都可以被 AI和巨声智能机器人来替代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那我们就坐享其成享受就好了 认同啊 为什么呀 也许在某一个阶段 可能AI就是解决我们的那些 我们不愿意做的事物型的 或者某些工作 同时我们可以拿出我们时间 做我们更想做的事 但是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一定得有驾驭AI的能力 同时你要知道 把你的时间放在哪儿 而不是说什么都不干了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提升自己的 工作技能的可牵引能力 还有包括我们在人工智能到来之前 怎么学会去应用它 成为它的朋友 让它辅助于我们 这是今天职场人必须要掌握的 否则的话 你就会势必被这个行业取代 总归我们要迎来 人工智能和人类 共同协作的那一天 人工智能 未来它作为一个 被人类使用的工具 它应该是个优化 提升迭代的过程 而人类有不可被替代的东西 恰恰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刘涛的能力 我不觉得只是从你的那些东西 背后看到的审美 我倒是觉得 就是正和你的养成系的男孩一样 你的所有的作品 包括你的呈现 我觉得你很温暖 这种正面的能量 是体现在你的作品里的 这种情绪 和这种人类独有的情感 是人工智能不能替代的 代替这两个字 就是很多人 对人工智能最大的恐惧 就觉得他能代替人 但我不喜欢用 人工智能代替人类的 这样的一个说辞 我更喜欢用人工智能 和人相互协作 相互优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我们要找到的事情是 什么工作在它被替代后 我们人类能赋予更新的价值 这是一种产业转移 这跟送外卖的小哥是一样的 今天餐厅去吃饭的人少了 那十个服务员缩短成了五个 这五个服务员可以提供外卖的能力 给用户创造全新的需求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 真实存在的机器 正在替代人类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你的设计 其实在用Mate Journey这样的软件 早已经可以替代它了 我们要的事情是 机器生产出来了这么多的内容 你能不能帮我筛选出来 什么样的内容 能有机会贴在我的产品logo上 我有机会卖得掉 这是我觉得 可能我的企业需求里面的设计师 未来想要的方向 我想问一个 站在那个求职者角度 比较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才大二 他是一个养成性男孩 他有很多可塑性 然后我听到这里 我有一个不确定的地方了 是不是设计这个领域 在其他岗位面前 它是相对比较容易被期待的 要不要让他在这个大二开始 也考虑一些其他可能性 对啊 比如说他做过那个实习 叫新媒体运游 也会进阶用到一些设计的能力 加上运营和沟通的技巧 还是说您觉得 每个行业都差不多 坚持就行了 我并不觉得设计师 是在所有行列里面 最容易被AI替代的 就这一点是出于 当然我现在虽然已经不是设计师了 但是对于这个职业的尊重和尊严 我一定要出来为设计师说几句 对于设计这个行业来讲 恰恰是更需要人性 是更需要人的创造力 在你的这个作品里面的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也不认为在未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 AI可以完全做到这一点 但是藏目的关键 只是说回答了那个问题 就是我的设计师 不是排第一的 被替代的那个工种 但是你没有回答 你现在是有可能 被替代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你现在的情况 就是十个人变成两个人了 那在很多企业 结论也是这样的 更多的学习力 重复性工作 很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但作为不同行业的从业者来说 不论是哪个行业 都要用人工智能 来结合自己的行业 来从事工作 人工智能在这个阶段 确实能替代物理能力 但是还真的替代不了情绪能力 你作为设计师 是用设计跟你的客户 或者你的甲方提供情绪 或者表达情绪的人 我建议是这个点上 你可以将来 可以往这个方面延伸延伸 来吧 各位体验家 根据刘涛的面试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好 还剩三盏灯 进入最后环节 谈前不伤感情 其实我很懂UI 而且我是一个产品经理 我觉得未来的UI和产品经理 会成为一个岗位 它可能是叫 视觉设计产品经理 而且我可以自己来带你 去做设计 那我们能提供的岗位的薪资 因为只是实习 一天150 加班有加班费 在南京 最后给你个小建议是 不要再做兼职了 你可以去做设计的兼职 设计的兼职 也能挣钱 而且可能更多 好吧 刘涛 我看中的是你的学习能力 和你的可塑性 因为我觉得你作品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头一家公司 叫艾设计 艾设计也是在AIGC里面 在中国比较头部的公司 然后给你岗位的是市场助理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缺乏的是 对客户的了解和洞察 给你薪酬是4000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 还是AI设计师 我希望你能够用AI来武装 你自己的设计 而且我不想限制你的发展方向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实习工资是3500 考虑一下 三盏灯只能保留两盏 这是好 好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因为爱设计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用AI 在帮助设计行业 提供一些可信心工具 然后我觉得你身上 你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 因为包括你的作品里面 你都有遇到用到AI工具 所以我想你就这样一家公司 你也在帮这个行业 做出一些变化 然后同时你又做市场助理 能够更能够了解市场的需求 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提升 影制科技的核心业务 全无智能和餐饮机器人 在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 各种各样的设计门类 包括包装设计 视觉设计 运营设计 广告设计 UI设计等等 好 影制科技爱设计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 好 刘涛你的选择是 爱设计 最后选了个很大胆的岗位 对吧 跟二位写家握了手 觉得市场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然后我也觉得我的服务意 是可能比较强 我可能需要去市场中再打磨 更了解一下 现在市场的一些需求 有利于我未来的发展 上微博 关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了解更多节目 相关资讯 好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一百三十万分五万加五六十 这是数学题吗 这太抽象了 它应该是一百三十万的贷款 我只还五万 然后或者是 反正我每个月 还有五个六十的零花钱 雨昕 你最近经营 遇到了多大的困难 要不然它是啥呢 我好想知道 这些关键词背后 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孟先华 十九岁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 本科再读 各位老师好 我是孟先华 今年十九岁 来自河南 目前是天津外国语大学 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姑娘 赶紧告诉我们 这一百三十万分之五万加 五六十 这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一百三十万分之五万加 是我的高考名次 就是在我去年的高考当中 是我们河南省总人数有一百三十万 然后我的排名在五万八 就是这个样子 你五万八就写个五万八 我们就懂一点了吗 写个五万加 就是要有一点悬念嘛 让老师猜一猜 我刚刚听到一个老师说有什么贷款 我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有贷款吗 我没有 有 有助学贷款 你家里条件是不是不太理想 父母都是农民嘛 就是还行吧 就是家里面条件就是一般 然后稍微偏下一点 缺钱吗 缺钱 那反正越多越好 那五六十呢 五六十就是我从生物大学到现在 做了五六十分兼职 所以是五六十 不 等会儿 我是耳朵听错了吗 我也是 我也是听差了吗 你是大一的学生 对 你去年九月份入的学 对 到现在为止 一共兼职了五六十分 真的是 因为一个周末有两天嘛 然后这么个周末基本上都是有 每周都不一样 你都不重复是吧 我就是不会说在某一个店一直干 基本上都是那种一天一天的 就是按日节工那种 所以也体验了很多不同的兼职 真的 我好奇这五六十家 这样选择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多数学生是按月是吧 或者是按半年 我头一个见到以天为单位五六十个 我觉得我月大学生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你可以是我所有月片量里的唯一 真的吗 结账快吧 对 对 是的 结账快 这个基本上隔天就会结 对我来说比较友好 我这个人就是抓钱抓得比较厉害 想替父母分担一下 什么叫抓钱抓得比较厉害 就是说看见有钱就想挣 就天井话就要掉钱眼里了 那也不是 就是说比较想自己雇注自己 不想让爸妈给我拿 那你怎么读书呢 你都天天打工去了 那也不是啊 就是周末的时候 然后周中的话还会好好学习 不是宝贝你还有周末吗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五六十份兼职 对 我脑袋里边想的是 如果他一天干两份兼职 作为天津一个直辖市 这个地理面积来说 他这个路途成本 时间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无法想象 其实这个很好玩呀 就是你每天你要面对 比如说我明天要去兼职 然后今天我就是 有个人他跟我说 明天你几点 然后到哪个地方 你要干什么工作 这个工作你一般都是知道的 真的没有就是说 很不一样 你们外院的这个英语专业啊 就这个风气 我们节目组就有一个你学姐 我以前就说 我说你一学英语 你怎么流窜到我们媒体来了 现在我明白了 这有诗诚 大老师不论说我们外院 我就是外院的 你也是天津外国语大师 你也是天津外国语大师 对啊 学长 对啊 你们三个都是一个学校的 你们都是一水出来的 你要这么说 我就秒懂了 陈不衡 陈老师 那身兼多职 十八般武艺 对 我们就秒懂 你们也等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太能干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才大一 他也见了五六十份工作 我觉得我很难懂他 很难理解他 你读了本科 我觉得你确实应该珍惜一下教育资源 你确实应该珍惜一下 在这个阶段该干什么事 我认为小小肩膀不要把自己压太垮了 还是当下重点是把你的学业给顾好 是我想表达的 你不觉得他这种向上生长这种劲儿 特别的有劲儿吗 就当代就是00后这种小女孩 这种深深的这个劲儿 我真的见不到 特别受力 太受力了 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感觉他现在受力得太早了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 还有每个阶段干的事情嘛 因为我觉得你才大一 你家里条件是不是不太理想 因为他刚才还提到了 他有贷款 有助学贷款 对 是的 但是其实还好 就是我家里不需要我去 去自己照顾自己 就是我爸妈能够顾我上学 我主要是觉得想早点进入社会 就是比较感兴趣 你抓钱是想干啥 我也是比较感兴趣 就是说他们那些职位 他们比如说在群里面 发一些兼职的信息 比如说明天那个国家会展中心 需要一个展位协位 我就会好奇 我说国家会展中心 我没有去过 我说 你着急 紧张了 紧张了 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说 国家会展中心我还没去过呢 好想去看一看呀 然后展位协助是什么工作呢 然后我想做什么呢 就比较好奇我就会去 我就会想体验一下 你是体验 挣钱 开阔视野 对 好 我们先聚焦一件事 这五六十个兼职岗位当中 你印象最深的 或者你觉得最苦的 最好玩的 你三个最选一个 说给我们听 最苦的就是服务员 就是餐厅里面的服务员 或者酒店服务员 特别累 基本上这个服务员 一干都是十二三个小时 这十二三个小时 一直要站着 然后不停地走 你不能蹲 因为就是没有给你蹲的地方 而且因为你是小时工嘛 你是小时工 所以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它都要给你付钱 所以就是 没有一点休息的空间 你说的不就是我吗 也不能蹲 你站站十四五个小时 对 很累对不对 站着非常累 很苦的 对 站着非常累 你有机会来兼职一下 非你莫属的主持人吧 这个是有门槛的 我可兼职不了 干了五六十份兼职 你觉得这么多干下来 你收获是什么 我的收获就是 真的觉得 事业开阔了很多 感觉走到了社会的背面 比如说咱们去吃饭 咱们就是坐那点餐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兼职 你就会走到后厨 你知道后厨是怎么样的 我懂了 你就是去到了那些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去不到不为人知的角落 对 是的 感受到了这些地方的人情冷暖 是不是 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吓我一跳 来了一句社会的背面 我心里怎么实习 实践实践 这走了邪路了 对 鲜华 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我能看到你想挣钱 这很好 因为年轻人愿意 自己独立担当 同时体验很多工作 你知道你这些实习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对于你的价值来说 时间价值来说 这个我主要是比较广泛 就是每一面都不经 但是我知道这个行业 就是我对它到底感不感兴趣 你有体验的意识 我觉得很好 但我给你举一个 我真实的例子 我真在一个服务行业 前厅后堂 包括整个生产链条 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段实习里边 你吃过的所有苦都看过 但是我真正的知道 所有在服务行业的 标准化流程 以及每一个岗位当中 它的核心生产力 以及公司在服务流程的 质量管理当中的标准 最核心的是 这个岗位 它的作息规律 让我清楚地知道 以后我不想进入这个行业 以及它的运营流程 这个就叫总结和收获 我明白了 就是你干完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而不是说 它们不容易 原来这个是这样的 原来那个是那样 这个不是 其实刚刚就是各位老师说的 我也明白了 就是说 我一天干这个 一天干那个 就是对一个行业 根本就没有什么收获 然后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知道 但就是 我刚来大城市 然后刚从我们那个小地方考出来 我想趁着周末的时间 一方面能够建设更广阔的世界 就是你能够看到更多行业 但是我们每一段 我们每一段生活经历 其实还是要转化成月里的 就你看到的那个避免并不全面 你的阅历 才是你真正未来去 谋一份生的真正的人生技能 老实说的就是 我足马光花不能学到东西 所以我也意识到了 像是浮躁吧 这学期我也知道了 就是那种体力活 或者是学不到东西的 这学期我干的也很少了 要少一点浮躁 然后多专注于自己的专业 然后多把时间 雕琢自己 沉淀自己 好 聊到这儿 你从这些当中 你告诉我们 你最想干的三个实习岗 是什么 我最想干的实习岗 其实只有一种 就是传媒相关的 新媒体相关的 新媒体相关的 对 对 新媒体它相关的很多 你是偏向于哪一类呢 新媒体运营 剪辑这类吧 那你干过吗 她的经历里 没干过 对不对 好像干过带货主播 我写的是这个 对吧 对 是吧 你主播你现在有自媒体的号吗 有 什么号 赛娱乐 我很好奇你写到 自己视频播放量 第一次破百万的那个视频 是个什么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次破百万 其实那个我是真没想到 那个视频我觉得 也登不上大牙之堂 但是可以拿出来展示一下 挺意外的那个 地铁上想吃别人的小蛋糕了 怎么办 看评论区 网友纷纷伸出援手 假装滴血糖晕倒 他在他的脚边喊 假装不小心摔倒 然后一口咬在蛋糕上 哎呀呀 摔倒了 老头 袋子里的小馒头 给我搞两块尝尝 云南挨老山 明延500公里 至今没有任何科技能够进入 是真正的无人区 两亿年的原始森林 弥漫着瘴气 高耸入云的青年古树 被时光雕琢光滑的溶洞 常年不见阳光 神秘奇幻 有网友说 去过两次 越往高处 越觉得树的造型千奇百怪 遇到的 不知道是云还是雾 像白天 也像夜晚 这些神秘之处 在家听听就好 为精砖业训练贸然紧密 所以这个播放量是多少 第二个是900多万吧 第一个呢 500多万 真的是触到了 我的知识的盲区的感觉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 因为播放量特别高 点赞量评论都很高 但是粉丝是1000多 这个是什么样的 你看过粉丝画像吗 有看过 其实我也知道 因为我的这个号 是一个泛娱乐号 没有个人 博主个人的IP 就是别人不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只是 这个内容 他觉得 给他提供了情绪价值 所以就是可能 点赞量播放量高一点 但是关注度不高 这个爆款的原因吗 感觉有运气成分 真的 全流程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对 配音乱七八糟的这些 我们看到都是你自己做的 对 怎么来的灵感 能做出这个爆款 挺厉害啊 谢谢 就是平时刷到之后 就会记下来 在备忘录里面记下来 然后以后就会给他 喜欢随手记 有点子就记下来 我问个问题 你对一条短视频 能不能爆 有没有机会爆 你有自己的 一套流程想法吗 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 我在我预知道 他可能会爆的时候 就整个过程 我创作的时候 非常顺利 然后灵感方面 没有任何枯竭 然后我有很多 就是很多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梗 能填出进去 能来帮助我留住用户 自己能感知到 但是有的视频呢 自己也知道 可能发出去不会火 就是自己在创作它的时候 不是很流畅 然后也没有什么感觉 能够留住用户的东西 在里面 选题和内容 是你自己找的 还是抄的 自己找的 就是你喜欢那个东西 我不一定喜欢 但我可能会觉得 它可能发出去之后会火 所以就会选它 你也不考虑这个账号 会不会发的各种内容 是天马行空的 因为我们这个账号 就是泛于了什么都发 你除了这个账号 还有别的吗 没有 只做过这一个账号 对 做到现在为止 账号做了多久 三个月 三个月就报了这两条视频吗 对 做到现在为止这个号 让你变过钱吗 变现过吗 其实变过 怎么变的 二十块钱 就是这个小蛋糕火了之后 有个人就说 那你给我打一个蛋糕的广告吧 然后就是二十块钱 其实我觉得你十九岁你能做这个挺好的 他愿意把这个自媒体的这么做一遍 又有兴趣点 然后又有创意点 我觉得他未来在这个板块是有可能我们想要的那种 就是这个 他有拒绝 人才 感觉他有天赋在这块 对 就是看起来 你做这个视频天马行空 你找那些兼职是走马观花 但是这两件事在你身上就特别自洽 你就在不断地试探边界 你是真的是想不断地试探边界之后 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你刚刚也说了 也不是完完全全有兴趣 有的东西即便这个话题没有兴趣 你看看它有可能就会爆块 你也会试探它 而对于兼职也是 你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和兴趣点之后 你也会做筛选 然后减少那些重复的兼职 然后聚焦几个赛道 我觉得其实你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其实一直在观察 有很好的一个探索精神 也做了非常具体的事情 对于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人来说 我是有信心的 你有什么才艺或者技能展示吗 直播带货一下 模拟一下 直播带货 模拟直播带货 我是三月的时候 是我最后一次模拟直播带货了 所以今天可能有点稍微的生疏 不过如果各位老师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 你一共带过几次 我就带过四五天吧 当时卖的是一个乐园的门票 那你想好啊 对 但是这个直播呢 我害怕就是各位老师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时代太快了 然后说的话可能让人觉得 哎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浮躁呀 或者是说的话 怎么这么急躁 做你是低估了我们 低估了我们 低估了他们 他们真实的那一面 我是怕你接受不了 我们好想要领略一下 我那些有点忐忑 因为我上一次直播是在三月的时候 然后嘴有点声 所以有一点点紧张 哎呦 欢迎新年直播今天的家人们 咱们主播现在在菲尼乐园 咱们这个乐园呢 占地一万多屏 咱们这有两三二三十个 无动力项目设施 咱们下面有四个门票 大家可以点进下方的购物车去看 咱们的一号链接29块钱 二号链接39块钱 三号链接是76块钱 四号链接是109块 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拍 咱们的一号链接是咱们的一个单人票 二号链接是双人票 三号链接是三人票 四号链接是四人票 咱们周末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过来玩 现在天气慢慢暖和了 比较好带着孩子出来晒晒太阳 咱们如果是一家三口的话 就可以买一个一号链接和一个二号链接 你家去拍 还有如果咱们的小宝贝 如果是不到100公分的话 咱们是不设门票的 小姐姐 那个两大一小的票怎么买呀 如果咱们是一家三口来的话 你可能要拍三号链接 但是主播告诉你不要拍 主播要让你拍一号链接还是二号链接 你可以算一下 咱们一号链接19块钱 加一个二号链接39块钱 是不是58块钱 咱们三号链接三人票多少钱 76块钱对不对 所以不要拍三号链接 去拍一号链接二号链接 现在谁还没有拍 打在顾名上 告诉我你们准备几口来 有没有低100公分的宝宝 打在顾名上 让主播给你挑一挑哪个最划算 你来到这儿 主播不是帮你花钱的 主播是帮你省钱的 主播给你保证 咱们直播间是咱们一个官方的 你累了 累了 我不要说完 我不要说完 那很难受 他要说完 你说说说 对 就是主播不怕你比 你去比 你去比一比 看一看 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主播这里最划算 我不怕你比 我就怕你不比 好的 大家就这些吧 有点紧张 特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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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真的觉得你有点 真的觉得有点可怕 你知道吗 这孩子 不像这个年龄 该有的成熟 这么年轻 比起同龄人来讲 他吃了太多的行业 接触了太多的 就提早步入了社会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那试问一下 今天有多少学子 会像他这样的去 掌控自己的人生 站起来向你表示致敬 我真的觉得 十九岁 我为什么要用可怕 这个词形容你 你做了几十份的工作 但是呢 你把每一份工作的 都当成你人生一种体验 你把那个钱说的 特别的舒服 我们一般跟别人谈钱的时候 这个钱这个字不舒服 你就谈起来 我就想多赚点钱 好舒服呀 你很可怕 你不可限量 厉害 怪不得韩总说他很可怕了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这真的是个人才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你们觉得 他刚才表现很好 我觉得除了情绪感染力 还不错之外 我觉得你其实 一直在 把你准备的 背的很熟练的台词和脚本 给我们展示了一遍而已 我觉得在互动性上面 其实你刚刚那个设计 我问你两大一小 怎么买 你告诉我说拍一号加二号 不要买三号 我会觉得你自己 如果你的直播间 你在自己卖什么产品 你用你自己的逻辑 去打扮你自己打败 这个逻辑我是不太认可的 因为我觉得 从用户角度来讲 我下两次单和我下一次单 我可能觉得我既希望它最便宜 我又希望下一次单更容易 杨蓉你在鸡蛋里挑骨头 对我觉得 这个刚才寒一所说的可怕 这两个字代表了 至少我们一些人的敬畏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么大的年纪的时候 是不如你的 所以今天的我们到底有没有资格 来指导你 也许到了这个年纪的你 比我们的成就还大呢 大家至少在这个环节当中 看到他特别多的潜质 他用了半天的时间 剪了非常好的一个短视频 有九百万的播放量 他在有五六十份工作的情况下 挑出来那么一个工作 只有四五天的工作 然后表达非常的流畅 还用了一些技巧 所以我们感慨的是 他用很短的时间 做了更多的尝试 且把那个工作的完成度 还挺高的 从这点上 如果他花更多的精力 在一个工作上 我们可遇见 他可能干得更好 寒一说的这个可怕呀 我觉得可以一分为二地来看 首先说他的可怕 可怕之处在于 十九岁的孩子 有这么丰富的兼职经历 做了这么多 然后呢 在刚才的这个 带户主播的展示当中 展示出了一个 能让大家基本满意的 一个表现 这是可怕之处 要记住 他是十九岁 但是我觉得 杨蓉灭掉的这盏灯 我也非常认同 就是他才十九岁 他后面还有二十九三十九 还有很多个人生阶段 这个可怕也可怕在于 如果你接下来不懂得 从你的优势和长处里头 去提炼和梳理总结 那么可能结果也是蛮可怕的 你们都知道 伤重勇的故事 我也害怕你是下一个重勇 我觉得杨蓉这盏灯灭的 给你提了个醒 还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前头 我跟亚云一个就是问你 你的总结是什么 你的收获是什么 你看 你说不出来 对 只有丰富了阅历 其他什么都没有 对 年轻人艰苦其过程 但也要灿烂其前景 好吧 各位企业家 根据孟先华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有请 还剩四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盘前不伤感情 五星牛排 给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 其中的一个环节 目前是脚本策划 然后给你量化的是 三百块钱一条 这样可以 不需要你到岗 线上就可以 影制科技 有特别多的机器人陆地场景 是需要做新媒体的营销的 这里面要一专多能 我需要你策划 剪辑 发布 甚至到最后投留 都可能会涉及到 所以我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北京 然后一天两百块 太太 叔哥 让你做的岗位也是新媒体 然后让你做一些账号的 剪辑 视频 策划 那我给你的工资是 如果是兼职 线上就可以做 不用过来 两百块钱一天 但是你的寒暑假 我希望把你包月了 三千块钱一个月 寒暑假可以到上海来 我感情像悠悠姐的方案 她可以同时做 咱们四家的实习 我觉得更合理 我也在想 又出现了 好几十份工作的情况 开玩笑 然后我们是南京的一家 人工智能公司 我们是做智能客服的 我觉得你很有天赋 所以我在想 如果你能来我们这实习 我可以把我们公司的视频号 让你拿来玩两个月 看一下能出现 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实习工资是三千五 然后我们南京这边 房租比较低 其实比上海北京要低很多 就暑期实习吧 好 姑娘 只能保留两盏灯 所以你现在考虑一下 他们都是偏重于科技方面 我认为就是我对科技方面 这些没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我自认为没有什么长处 所以害怕干不好 而且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就没有选择 我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感觉我们公司 所有的视频号 加起来的阅读量 还没你一条视频多呢 对 所以我特别惭愧 所以我们还是挺期待 你能够来我们这边 做这样一个新媒体的实习的 然后你要有业余时间 你也可以做到他的兼职 我不介意 好吧 我看中的你这一块是 你非常有王感 你特别适合做账号 我这儿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搭档可以配给你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同创作脚本 用你的王感就发挥你的优势 配合着我的拍摄 然后再配合着我的剪辑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看看 有没有一些火花来创作出来 是调节还是周节或者是月节 月节 我就喜欢你这种简单干脆的 弹琴不伤感情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你想打结就打结 你想打结就打结 只要你不打结就行 好吧 来 五行牛排 云浮智能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念 孟先华考虑一下 好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五行牛排吧 这么优秀的小女孩让给我了 谢谢大家 陪跑了一天 我就是认真听起老师的意见 脚踏实地 然后多把时间焦灼自己 重变自己 然后介于时间 可能会学一些 真正的施大石的知识技能 像真正的把一门行业 感兴趣的行业给他学通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建议 没看你是个姑娘 感觉你身上有骨子 小伙子那个大力量 就你刚才握手 那姿势都特别帅 她握手是这样 咱们是这样握手 她是跟你握手的同时吧 她的身体的方向 要跟你错位 你能用这样的方式 跟我握一下手吗 我向你表示祝贺 我的荣幸 祝你在五行牛排 吃得好 干得好 一切顺利 好吗 再见 谢谢 你看还有话剧式的节目 好 再见 再见 好 来看面试关键词 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各位 你们身体里有没有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收拾屋子 不仅是自己对别人也爱收拾别人的也 我从小是在部队长大的 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拍完了我才发现竟然是一个军旅题材 突然那一刻我意识到 军人情节是刻在我骨子里的基因 其实我的固执真的是刻在骨子里头的 就属于表面上看起来 还相比较温和一点 但其实是无比的固执 我现在慢慢地感受到了这个固执 然后也有意识地去 别人让它那么 就是那么影响我 就像花姐所说 如果你失败了 你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它就是贬义的 但如果你成功了 你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它就是一种优势 一种长项 那这位求职者 他骨子里刻着的是什么样的基因呢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杨晨 26岁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物流工程专业 本科学力 我叫杨晨 然后学的是物流工程 毕业于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然后之前一直北漂 毕竟然后我是天津人嘛 然后希望能在天津找一份工作 来这里不仅是为了找工作 还希望和企业家交流 提升自己的厌知 和大家学习请教 赠你厌知之内的钱 好 欢迎你 杨晨 天津人 对 刻在骨子里的基因 是啥的呀 你认为你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是什么 是坚持 我当时学习 就是属于全年级斗鼠 当时我们家里包括朋友 对我全都是否定的 我也不知道当时学习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我当时我就要硬定 我一定要好好学 我不是给自己看我也要给别人看 后来是全班缺乌 包括我去北京住半年地下室 受不了了之后就有人缺乌 不许你回去吧 回天津得了 天津舒服服服的 我说我不要 我既然选择了 我要增长我自己的厌知 工作也是这样 当时工作我是跨行的 周一到周五你是工作 工作的时候呢 你去约客户什么的 每天下班你自己学习 自学 自学 工作的地方在二环跟三环中间 然后我住的地方呢 刚开始是地下 后来地下太吵了 我就去那个六环那儿住了 我每天大概八点半到宿舍 要洗衣服睡觉 然后每天早上六点起来 继续这个流程 六日也是这个流程 肯定是挺苦的那时候 我请教一下各位啊 住过地下室的 我举手举手我看看 北京的地下室做了八年 八年 对 其中五年是那种完全没有窗户的 后三年有一个小窗户 然后那个就地下室你知道 一推门进去是五位杂成 做两百多户人 然后做饭不能在屋里做 只能推到门口 就是反正你一回到地下室 你可以闻到所有的味道 你们想象得到的 想象不到的都能闻到 但我很感恩的八年 也是吃过苦的哈 一定地下室你不开灯 那就是一个完全全黑的一个状态 开灯开风扇 过一会儿才能 才能进去说实话 高明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也经历过这个 看几个卡那儿了吧 就是就是 虎落了平洋了 我我我 就当时秃便宜 住过很奇特的房子都 那楼就二十二层 我住二十三楼 怎么就是那种楼上的通风景 它也能给你弄成房子 所以有一点 类似被骗了的成分 但是钱已经交了 就有点类似于 那我就硬头皮住吧 而且当时也有点觉得 反正还年轻 又出不了什么大事 也许这段经历 以后能变成段子呢 变成段子了吗 目前还没有变换成经济价值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变成钱的 但是你看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就变成了一种分享吧 对 人的精力都不白费 那回到杨晨身上 你住了多长时间地下室 半年 你当时是为了省钱 还是说就是兜里就窘迫 只能住地下室 那时候挺窘迫的 我是比较有一种硬劲的 我实习时候 我自己通过打工 我存了一点钱 存了七八千 然后七八千之后呢 我就行着拿这个钱 就去北漂了 就作为自己的这个储备金金 刚开始也挺那啥的 我大概两天 菜里吃点肉平常都是吃素的 我觉得既然你出来打工了 你就不要做这种稀释的肯老 你在北京最前前后待了多久 快三年了 三年跟家里要过钱吗 从来没要过 挺好 小伙子不错 能闯北京你够有骨子闯进 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群姐是不是 这天津娃娃吧 全国人民的共同印象 刻板印象就是 可恋家了 哪儿都不如天津好 是吧 我当时是在那个天津 也是家附近工作 然后我属于农村的 我觉得这个刚毕业吧 还是多去外面世界看看 那时候我娶了 要不北京要不上海 北京李嘉靖 我就去北京了 北京是做的什么呢 做的是业务 什么业务 做的是第三方检测 比如咱接触的那个食品 狗粮 它会多有一个印证 岗位就叫销售工程师 是属于工业类的 偏技术型销售 二十三年十一月回金了 回家以后到现在为止 找工作了吗 没有 一直没找 为什么不找 我在北京存了点钱 完全够用 你存了多少钱 你跟我们说实话 十多万吧 三年存了十多万 对 反正就有点小小资本 可以在家先歇一歇 其实也不是 其实我想自己单干的 你想干什么领域的创业项目 想干偏餐也累的 这个这方面的方向 挺好的呀 门槛可能没那么高 而且市场也比较广 干了吗最后 最后经过了深思熟绿 感觉自己的技术 还是不过硬 这个还是放一放 稍等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要想干餐饮的话 是你雇别人给做饭 还是你自己做饭 肯定是在我自己的厨艺 特别精湛情况下去 顾别人 我不会都直接 都顾完就干 你怕人蒙你 我小本门 我觉得你自己 卖自己的东西 首先你要 特别了解你的东西 你必须你得会 你才能干这个东西 我特想问你 一个曾经想干餐饮的人 你光想 你有没有亲自干了再说 我先去练 你练厨艺吗 我练了 我找了一个师傅 成叫厨艺 拉面 就天津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是皇上拉面 所以你就是以后 想开拉面馆吗 对 然后当时想的挺简单 就是希望通过互联网 加十几店的双重运营 在我家附近 开一个小面馆 然后通过互联网 引流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 天津的特色呢 我还是希望能把天津的 这些特色美食 去发扬 所以选择的是皇上拉面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选择面时呢 因为这个面时 它适用的群体 是比较大众的 客单价低 对 我觉得这方后面 是有一个大的方向 它不仅是 好像你这拉面 可能是一个点 它可能后面 是获了很多的体验 我明白了 你写的是 今天想来找销售工程师的岗 你现在就是给他们 展示的是你一个 逻辑思维的一个能力 就是拉面馆就是一个项目 假设你现在是销售工程师 销售是你怎么往外卖 怎么打卖点 工程师是你怎么搭建这个店 对 各位企业家我尽力了 再帮你们往回圆 就是有点那个大脑洪埋 我都是按着他的事物来 没有把我自己的真正的思路 去展现出来 首先这场 我觉得你这场面试 完全跑偏了 就变成了你的面馆计划 阐述会 跟你求职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说从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两件事情你做得特别不好 第一个是你没有主见 别人怎么说 你有怎么回答 完全没有把握自己的节奏 一个好的销售 是应该能自己把握节奏的 而不是为别人带跑偏的 第二个你根本没有准备充分 你说这个面馆 你说的天花乱坠 结局又能如何 销售以目标为导向的 你说说的 我们都感动得不得了 结果零 你浪费了 浪费了你的面试时间 做无用功 我非常理解潮汐老师 因为我已经中途开始跑神了 就是已经开始 看天津碧翅膀了 我也是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面试者 因为我刚才也有一下跳出去在想 如果我站在这里 然后各位面试老师们 突然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面试氛围 首先我觉得这个情况 如果在真实的面试场景当中 出现的概率不大 因为我们今天是八个老师 面对一个求职者 而正常真正的职场面试当中 可能是一个老师 后面要面对着八十个求职者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给到你一个人 这是今天我们有一点独特的环境 所以老师们可以 饶有兴趣地跟你聊一聊 你那个本来不想实现的创业项目 通过这件事 看一下你的个人能力 这是第一 所以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面试者 要时刻有两个脑子在转 第一个肯定是要回答 面试官的所有的问题 第二个要把那些 可能看起来跟你今天面试的岗位 你要面销售工程师 可能没什么关系的问题 你可能要需要自己有主动性地 往那边引一引 或者往那边打一打 让这些看起来 也有可能无效的问题 变得有效起来 我觉得这是今天这一段 虽然让我跑时的面试 却能给我带来的一点提升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未来三年的职业规划 是什么 是继续开拉面馆 还是做销售工程师 先回答这个问题 做销售工程师 你告诉我 你来想做销售工程师 请问你未知做了什么准备 首先呢 我是干了快三年的销售 什么数据 什么结果 告诉我这个 在我们组是第二名 数据呢 你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多少的业绩 第二名是多少业绩 第一名大概是300万吧 左右 我大概是200多万 客员肯定不是你找来的吧 有很多是我自己找来 剩下找来的 又用什么学道找来的 首先呢 它会有展会 我们会在各个地方开展会 去收集名片 然后再对客户进行再次开发 慢慢的就会有自己的朋友 然后通过朋友去介绍 就这么情况 你接下来大概率 可能不会再干这个检测的工作了吧 好 如何把过往的关系型销售 展会型销售 迁移到你即将面对的八盏灯 他们的企业里面的销售 首先呢 你要去了解各个企业家的公司 对于销售的约翁模式 你通过他们的约翁模式 加上你自己之前的经验 进行一个组 进行一个总和 我个人觉得 这个企业家的销售 偏向于互联网这方面 应该去通过互联网演流 然后看互联网的回合信息进行访问 这方面 这样啊 你这八家企业哪一家你相对了解 其实我来之前大概看了一下 你得六言行大体看了一下 就给我面了 这还看了一点 六人游 不是 是这样的 兄弟 你看他多游 不是 兄弟 你这个里面可有大的毛病 首先第一个 公司的名字叫错了 第二个 我们公司在北京和石家庄 还有迪拜新加坡有分公司 你是想在天津找工作 你怎么做的调研啊 兄弟 那你说说你了解了啥 我大体看了一下 是关于这种旅游方面的 你觉得在他们企业 有销售工程师的岗位吗 我之前看了一下 他们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我说什么话 我就是没怎么看太懂 好 我们先让杨晨冷静一下 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 到底如何啊 同事总是拿你刚进公司 前台发财术就死了的事 找乐 也就是开玩笑 你怎么办 给他一碗黄汤拉面 给他做素 这个你刚进公司嘛 可能会有这些同事 去拿你开些晚秀 遇到这种事情 我会怎么办呢 就一笑而过 然后呢调侃的说 我回来再给你买一盆吧 或者会说啥呢 或者我得好好干呢 回头让你们这个发财术 变得旺盛一些吧 你回答一笑而过 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这个事你也非常较真的话 本身你就是刚进公司不久 那你跟同事这些关系 容易搞得比较僵 而且你又回答说 哎呀没事 下次我跟你买一份不完了吗 我觉得这个解答是可以的 但是刚才高明同学一个对着说 你们太善良了 太善良了 所以我想请问高明老师 你来说一说 他没看到了什么 对我想听听他的想法 他说我们太善良了 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 就这种对我来讲 他已经不再是情商测试 他是一种冲突解决了 我认为他已经不太算是 一个善意的 就是同事总拿你刚进 总是拿你刚进公司前来的 发财术就死了 你看 总是和说发财术就死了 这种玩笑 已经没有那么好笑了 因为他这个总是说的是这件事 总是说这件事 而不是说总开玩笑 对 他总说的一件事 我没有办法揣测 他是善意了已经开始 那可能我的态度就是 我也可以开玩笑开回去 是吧 本来想克死的不是树的 你就把话撩到这儿 不要再往下点了 潇洒离开 他一个人在 他就直接就老实了 看看杨晨的年纪26岁 他恰好处在两位观察员之间 所以我倒觉得 他这种一笑而过 可能就是生活当中的他 而且我反倒是觉得说 杨晨在 祝贺你杨晨 还剩下一盏灯 进入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他想做的销售是带有一系列 技术含量的 他做出了业绩第二 两百多万的这样一个陈述 那刚好我们的高科技的 这些设备 就是符合他的这个科技 我还真给你准备了一个销售工程师 双创街会投资和孵化大量的 跟科技级别的高科技技术企业 那这个时候你要跟大家讲明 我这个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 各种技术参数 那么我能我们给到的薪水 是在北京 5K加高额提成 好 考虑一下选择双创街控股 或者谢谢再见 时间到 杨晨 你的选择是 选择 祝贺杨晨 也祝贺陈布航 最后岗位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 有类似的相会这种经验的 去开阔自己的演技 你只有自己的印制达到了 你才能知道自己 真正去想要些什么东西 欢迎登陆优故视频 观看完整节目 让出冠军 拉黑领导 这都是大事 特别反差的很啊 你们有没有谁被员工拉飞过 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不太管东方的日常的工作 小伙伴们就把我的 这个微信拉黑掉了 我知道了 你这个不叫拉黑领导 你这个叫人走茶凉 我觉得大家可能 都被拉黑而不自知 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再去联系过 以前的员工 因为我很少联系 所以我也许被拉黑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这有一个偏方 我可以让你知道 你的微信里都谁把你拉黑了 网上卖的比我这个 你找我就对了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 曾经拉黑领导的求职者登场 陈思 大家好 30岁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旅游英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陈思 今年30岁 来自北京 我是一个坚强有韧性 懂得坚持的一个女孩 希望各位领导多多指教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谢谢 哎呀 你这一喊出领导的话 我觉得他们10个就还被你拉黑了 你是要和我去上海吗 在座的都是优秀的领导 就是我们都要被你拉黑是吗 不是 这个是一个特例 比较幽默的一个特例 好嘞 让出冠军是怎么回事 2016年的时候 我当时从事的是金融的一家上市公司 从事了两年 现在资产管理 也是获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 因为我们每隔两个月会有一次考核 前三名有不同的奖励机制 当时也是足利 跟我有一个关系很不错的一个同事 跟我就差一点点数据了 然后他是想给他儿子买一个文具桌吧 我算了一下 如果让出这一个月的话 对我整体的数据 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所以我就是觉得何不成人之美 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很不错 他有找到你跟你说这事吗 没有 就人家没求上你这事 对 但你知道他有这么的想法和心愿 所以我就是自己主动的 就无非就是少加一天班的事 我请教一下 你会怎么去把这个让出去那冠军 比如说他当时是按照接听量 回款等等一些考核 那么其中一个数据稍微低一点的话 他自然就总体的就会低一点 你那个业绩都是正常数据 怎么能理想低点就低点呢 我们都有后台 就是每天你自己的数据怎么样 是可以看得到的 对 你自己改后台 他少加两天班吗 我刚才说 他有KPI 比如说电话接听量 一些行为上的数据 确实少做了工作对吗 那你帮了这个朋友之后 他感谢你了吗 我当时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不需要他给我人回报的 只是我想做这件事情 这个事我其实特想问的是个什么问题 就是在你的表述当中 我觉得这事不是事 我能帮你一把就帮你一把 但你今儿把它写在关键词里了 就是这事在你这还是个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 很大的事 对 因为在公司的考核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销售人员 就是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业绩的所谓的调剂 其实在销售里面是有这样的恶习的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 也就是对于公司的利益来说 当然 他少干了几天或者两天 有公司的利益会受到影响 是 但是有KPI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指挥棒效应 我觉得就像是货币的两面 有正面它就会有负面 就像运动员一样 我永远要去思考的是 我怎么样能够去拿到更多 而不是的话 我要在我的公司内部怎么样去算计 我特别同意小陈的行为 我觉得你让出了一天的利益 但是有利于整个同事的团结 曹琪我完全不同意啊 我觉得曹琪你是年纪大了 偷话概念 因为在企业内部里 尤其做销售的时候 他会有销售的激励政策 如果我们去纵容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就会把三人单码成一个人的单 或者这里面他就会做各种排列组合 没错 这个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只要发生一例 我就曾经开过 我觉得这里就是在研究政策的控制 企业里面有些规则 就希望大家尊重企业的规则 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它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特别注意的是 你在你的心里面 你不认为它有问题 要拿出来去表扬自己 这个我觉得是问题 是的 而且他今天的岗位 是要求一个管理岗 应该站在公司和管理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 而你把它当作了关键词 同时在这个舞台上讲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更加欠妥的地方 因为各位是企业家的角度 而我当时 在我2014年很小的时候 还是一个就是员工的一个角度 我只想跟同事刚好关系 你那时候觉得自己挺局气的 是吧 就挺开心的 做这事 有面 但是说实话 将来有一天 当你成为企业老板以后 对 你就得想 一个人少干两天 一个人少干两天 你这一年365天 我作为老板 我少赚多少钱 对 都别说你是老板 你要底下有六个小组长 都跟你似的 帮这个阶级那个 一个月少干两天 你组长的业绩 就输给别的组长了 这就是和你切身利益 最相关的 我要感谢李雨昕 我要感谢贾军 我要感谢库尔特 我要感谢萧英 包括小叶在内 因为我们联手 阐明了一个道理 既然有规则 我们就应该尊重规则 且遵守规则 而不是所谓的 合理利用规则 特别棒 在这些事当中 发现了自己之前 就是没有考虑到的 很多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 就可以点心我很多事情 接下来这个话题 有点沉重啊 那个你耽误的是别人 这个把你招来 你是真拉黑他们 你怎么拉黑领导啊 在那拉黑领导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 上一份工作 做的这个大健康产业 我一开始 也是从业绩岗 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正好我们的组里 是缺一个主管岗的 然后我就自己去主动 申请了这个管理岗 做到了这个内勤的 管理岗了之后的呢 就是跟我想的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 内勤的业绩考核标准 它是跟外勤 有一些相关的挂钩的 比如说我内勤 这个月创造多少业绩 但是外勤如果说 没有做出一些成绩的话 那我们内勤也是一无所获 也是这两年 疫情的一些影响吧 外勤这块是 做的不是特别理想 而且当时整个公司 都已经知道 是外勤不理想 然后也是挺了 大概半年的时间 我们内勤每个月 拿着三千多块钱的薪资 一直在扛 扛了半年多 然后我跟总经理去申请 我说我想去 给内勤争取一些福利 总经理确实是 答应了给我一些这个补偿 而没有做到 后来我再去 给他发消息之后 然后他不回我微信 但是我给他发别的 比如我给他发一些 有趣的事情 或者公司今天发生什么事 他都会回我 就是你们俩微信 有来有回 但只要你聊 给内勤争福利这件事 最后的落实 就有去无回 对 以及我发现的 想跟外勤沟通的 整体来开会去探讨一下 对 他就会不回复了 有过几次之后 你平动了 拉黑了他 两次就够了 两次就 哎呦 见不到北人吗 不能当面沟通吗 对 他不来公司 但是他在北京 不能打电话沟通吗 我突然给总经理 就是一下跨了 好几个级别打电话 我感觉有点不太礼貌 但是这对你来说 是个重要的事啊 拉黑不是更 更狠吗 拉黑就礼貌了吗 持续了两次之后 然后我就直接 就给他发消息 我说 我觉得近几个月 我已经做好了 我自己认为的 内勤主管的岗位的工作 但是我对自己的定义 以及工作状态 我觉得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我申请了 换到其他部门 从普通的员工做起 然后我发完消息之后 我就给他拉黑了 然后结果就调到其他部门 半个月又做到前五 老板同意了吗 没同意 没同意 对 我就直接过来 你就把你内勤主管 这岗就不干了 搬着东西 愣去另一个部门 对 内勤的小伙伴们呢 内勤的小伙伴 他们 很惨 对 很惨 所以你拉黑的是 部门的老板是吧 总经理 是总经理 完了你还没离开 这公司 对 你拉黑了之后 上了他公司 另外一个部门 对 我有点懵呢 他在公司里坐的 不是内勤部的主管 他坐的是董事长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给你消息 你不回我就拉黑你 我觉得你坐得好啊 你到了那个部门以后 发生了什么 我就去了隔壁的组 然后我半个月 又做到前五个之后 发完奖金之后 然后我就直接就走了 直接就走了 辞职了 对 你真是个汉子 你真是条汉子 陈思 你这绝对爽门女主啊 陈思 我特别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给十个老板听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七叔 要我灭灯吗 不是 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故事 我希望大家在 就是因为职场是双向选择 大家也能更清楚地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给你起个名 你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 见到的同归于尽式的求职者 就是 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他今天来面试 就是我只要说爽了就行 登和岗位 我在 随意 但是啊 我就想跟各位企业家探讨一个问题 就像他这种能力和个性都很突出的员工 你们喜不喜欢 有点害怕 我觉得一言不合就拉黑这个事 反正我接受不了 我是不太能接受能力和你的脾气不匹配的 两段你的关键词 我都是你打一个人号的 我觉得如果是公司内 有个性的 有人的员工 我们都是能包容的 但你的问题我更正议一下 你不是个性 我觉得你是在整个的 你的职场道德和你的实践 我觉得是比一般要低很多 哎呀 这个帽子有点 这个有点大了呀了 我也想提醒一下各位企业家 就是你们的时间是时间 我的时间也是时间 当半年的时候 我的内勤的所有的员工 他们在努力做同样的工作 而隔壁组 跟我们做的工作一样的时候 他们每个月拿着一两万 我们每个月拿着三千块钱 撑了半年的时间 我只是因为想要对他们负责 我想要他们过的 陈思 我其实就想 就这个点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一直感觉 你自己对一件事的认知 跟你的领导对一件事的认知 没在一件事上 我一直在强调 包括刚才的话题 过去那么久了 为什么还拿过来当关键词 我的感觉就是 你的一把手的老板 他其实根本没在意你这件事 第一 他有可能真的 没看见你的微信 还没来得及回 第二 你跨了急跟他沟通 他没法回你的微信 没错 没错 然后你拉黑他这件事 我觉得他也不太在意 你只是代表那个小团队 最后你抛弃了他们 又去另外的部门了 那那些孩子怎么办呢 你认同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吗 你认同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吗 理解但不认同 不认同在哪儿 我其实是有时间去等的 说老板不回微信 他半年不可能不看微信 对啊 但是其他的也都是回的 不回微信 半年不回 我只是不理解 为什么不去解决实际的事情 一直这样拖着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老板聊呢 因为我当时考虑到 他是男性 我当时有给他发微信 但是我和我另外两个女生 我们三个人去拜访 老板说都不方便 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对啊 我觉得陈诗讲完之后 我是特别懂他的 陈诗如果这个事情 只是你个人的利益 你就不会去争取 你是帮你的小伙伴去争取 是这样吗 他争取的就是我组员的 跟我没关系 出发点 对了难道行为就一定正确吗 但是的话 各位企业家 你们今天的话 完全是一个 站在老板的角度上面 他刚才确实是说了 你们去想 他今天的话 他作为一个员工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陈诗很爱他的公司 否则他可以一走了之 他完全不会再 转一个部门 在那边我应该从零去做起 其实那一个月的时间 难道不是给各位老板 你来回来跟我沟通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吗 我刚好觉得是相反的 他不爱他的公司 拉黑领导 拿了奖金立刻辞职 我们在宣扬什么 我们在宣扬这样的一个团队吗 宣扬这种行为吗 你们其实是在宣扬的 就是说 执行我老板犯错 不允许我员工有艳和的反抗 难道这样吗 难道出发点是对的 我后面的行为 就一定是正确吗 我觉得我们这些企业家 真的不能回避 他所谓的那个总经理 也是存在问题的 我们不准时挑这个 候选人的问题 所有解决问题方式 一定是沟通 如果你要真的是解决问题 你为公司角度去想的话 你应该换位思考 为什么领导不回你问题 我觉得他不是说他爱公司 他爱的是他在他下属面前 他的形象 徐明在我来看来是最不重要的 因为这是职场 我做的是工作的事情 全四五 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 因为你今天要晋升到一个主管 你可能要站到你 认为分配不公的 那个领导的视角 或者你的老板的视角 这是你未来晋升的空间 所以站到这个沟通的视角来说 你的目标是解决问题 对 但是如果领导明明知道 而没有进行这样的 这个策略的实施 有可能是不是他认为 外勤相对重要 内勤相对好招 外勤需要更多的激励 内勤这些人有可能被替换 我不在意你们感受好不好 你不开心可以走 有可能他有很多很多的心理见识 你并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站到一个 更高的岗位上 你有可能会面对 一大堆的困难 而不是你眼前的 这一点点困难 我强调的是你的视角 是不是过于小了 所以过了这么久 今天你还提出来 你还是在看着 你眼前那些小困难 没有看到你的领导 更大层面 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 其实我很喜欢 各位指出我 这个问题的企业家们 就像您说的 我如果说总是站在 我自己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的话 那就很狭隘了 我也没有提升了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 发生之后 为什么我今天还在说 我也在考虑 如果说以后 我作为管理岗 甚至更高的岗位 我去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还是秉持一个原则 工作上的事情 秉试公办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有问题就赶紧解决 不要拖着 说得好 就是这样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 说一句话 就像我们每次聊到 选手的求职者的 这个家庭生活一样 我们目前也只听到了 你单方面的表述 我们不了解事情的 全部经过和真相 但是有一点 你让我觉得 你确确实实是个爷们 就是你的那些行为 举动背后 你可能考虑自己的得失 真的不多 你可能替你的那些人 考虑得多 不管你去哪一家公司 我敢说跟你干 至少不窝囊 但是对于你这样一个 有性格的员工来讲 哪个领导带你 他挠头 这就是事实 所以我问你们吗 有一定能力 也有性格的求职者 你们会不会用 就这么简单 发扬自己的个性 是没有问题的 但职场呢 实际上 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 它是一个集体 那如果未来 想在职场当中 去发展的话 必定要去 发扬自己个性当中 对于这个公司也好 集体也好 产生利益的部分 而去适当地 隐藏自己个性当中呢 就是过于这个 有张力的那一部分 当然这个事情 另外一方面是 其实有能力的求职者 是企业需要的 那作为老板而言呢 如何去引领辅导 和用好这样的下属 其实更是一门功课 像他昨天遇到的 这个问题 如果他的这个上级领导 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沟通和引导的话 那后面的事情 其实也不会发生 来 看你的职场请上课 你刚升职 同事说 你工资这么高 请大伙吃个饭呗 你会怎么办 我先看一下 这个同事有多少人 如果说只有十人小团体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也希望通过此次团建 拉近大家的距离 开展未来的工作 如果说这个同事是可能 就是上百人 或者是提升人那种的 我觉得刚升职 去做这么浩大的事情 也不太稳妥 哪怕是你点一个奶茶 给一百个人 这样都太 比你更高的人 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姑娘 如果有几百个人手下 你请个茶也乐意 你这关得声多大 就是怎么说呢 我在我经历的职场里 很少见到 就是有请一百多个人 喝奶茶的老板 我觉得其实只有这道题 才是真正的展现出了 沉思的风格 就是你其实就是那种 我自己可以吃一点亏 然后我愿意去团结 我的小伙伴 但实际上 在整个的面试当中 你今天没有真正地 去直接面对 这些企业家对你的质疑 接下来找工作的时候 或者你想做 更高级别的职位的时候 必须要有 多维度的思考的能力 而且要有 直接去面对问题的能力 感谢孔老师 在面试的这个环节 点名了问题 所以说 咱们把语境 就最后想一个问题 你当时是为内勤的 弟兄们去争 对吗 你觉得隔壁的部门 挣得比你们多 活还没你们苦 对吗 那如果我们现在 把场景调换一下 你和隔壁组的 那个负责人调换 隔壁一直在咬你们 活不多挣得多 非要捡你们的钱 补他们 你又会怎么做呢 我相信你的做法 没有太大区别 就是如果 从人的角度上来讲 你今天唠的这些磕都对 你是一个挺撒的人 跟着你干 不窝囊 但是你来找的是管理杠 屁股决定脑袋 你坐在谁的位子上 你确确实实 要为谁去想 明白 咱看看 刘登的这六位 最后的选择会是什么样 来 有请各位 根据陈思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我们一段挺的 很遗憾 虚伪 虚伪 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应该为我的作品买单 所以这个结果我是接受的 挺好 这句话我觉得 前后你整场的人设 比他们都鲜明 我觉得陈思 无论他们怎么选择 但我今天想告诉你的 如果你愿意跟我去上海 做销售的话 我愿意给你个杠 我愿意给你个杠 薪水5000块钱 你专门是帮我去联系 中国的在各个城市 排名在前山的猎头公司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跟我去上海 我欣赏你 而且我会让你懂得 在职场当中 如何去处理问题 在我们的节目录制规则当中 有这样一条 当台上所有的企业家 都灭灯之后 如果我们的人力专家 对求职者感兴趣的话 可以提供岗位 我也会像正常的求职一样 给你一个机会 你可以问他一个 你最想问的问题 我就想问您 刚才我说的拉黑领导理 如果是您的话 您当时作为我这个岗位 您会选择怎么做 因为当时我记得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现场的 所有的企业家反应最多 而且途中灭灯的最多 所以我就还是想问一下 看看其他人的一个想法 我如果是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直接去找老板 甚至我会敲他的门 但是我不会用你的方式 去处理这个问题 明白 好 考虑一下 来 计时 开始 好 时间到 陈思告诉我们 你最后的选择是 非常感谢您的欣赏 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坚持下去 好 尊重你的选择 感谢库尔特老师 好吧 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求职者 今天让我们感受到 职场上的一股 不同的风气 但是我觉得 就事论事 对的继续坚持 错的以后要改 好吗 好 也祝您早日找到一份 心仪的工作 陈思 好 谢谢 再见 面试的话 无非就是成功和失败 这只是二选一 就是回去看一下 自己的回报 看看自己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和各个企业家 说的一些东西 自己好好去想一想 因为毕竟未来 还是想走 管理什么岗位的工作 这些人跟我说的话 是非常有建设性 和建议的 还是要深深去 多思考一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观看完整节目 欢迎大家关注 非你莫属公众号 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报名参与节目 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 如果您想找工作 可以点击 我要报名 填写报名相关资料 如果您是企业方 想通过非你莫属 招募人才的话 也可以点击 我要报名 上传相关资料 无论你是找工作 招人才 在非你莫属 总有适合的 等分